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棉妹 粵語對於外省的朋友來講 可能是一門比較難學的語言 但是你去到KTV之後 又可能會聽到不少外省的朋友 用不太純熟的粵語來唱粵語歌 特別是一些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曲 若然你問外省的朋友 為什麼會唱粵語歌 答案只得一個好聽 但是為什麼他們都會覺得粵語歌好聽呢 這個就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講起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粵語的調多 普通話是有四個調 而粵語就有九個調 有口缺的三九四零五二七八十 若然覺得難記的話可以記 番茄醬牛腩麵一百碟 粵語的九個調裏面 除了第一聲和第二聲和普通話一樣之外 其餘七個調是普通話沒有的 從高調到低調 起伏不定 益揚頓挫 層次分明 粵語的音調就像旋律一樣 自然就覺得好聽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粵語沒有降調 降調就類似於普通話的第四聲 粵語九的調都是比較平的調 所以降調就會給別人一種語氣比較重的感覺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粵語保留了入聲 入聲可能大家聽起來很陌生 因為普通話和北方的謊言裡面 入聲已經完全消失 但在所有南方的謊言裡面 入聲基本上都有保留了下來 譬如說濕和錫 入聲是漢語的偉大發明 最大的作用有兩個 第一個可以減少同音字 短促倖唱有力 舉個例子 再舉個例子 我們平時說的 搞定 分譯成普通話就是搞定 因為普通話沒有M的尾味 所以只能夠譯成相近的定字 粵語的好聽又不單止因為語音語調 還因為粵語的古老 有些年輕人就有所不知 粵語又怎會古老呢? 這個就要從古代講起 因為歷史上中國北方不斷受到呱族入侵 中原人不斷南遷避亂 順便將自己的語言帶到南方 這些語言和南方的本地土語融合 慢慢就形成了今日各種南方方言 在唐朝詩仁章直有句詩 北人庇湖多在南 男人至今能進語 所以今日的粵語 敏南話、客家話、吳語、輝語 都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成分 而最能夠反映粵語的古老是那些 古色古香的用詞 譬如說 吃我們叫吃 喝我們叫飲 走我們叫行 跑我們又叫走 脫我們叫除 穿我們叫著 討厭我們就叫針 除此之外 在粵語的口語裡 還有很多經常用的詞詞 是非常古老 譬如說 的 這是經常用的助詞 粵語就讀的 其實本字應該是記 保留古漢語的讀法 讀的 出自詩經裡有一句 縮善射的 游良語的 大概意思是 這位阿叔很善於射箭的 又很精於駕車的 記的意思就是的 不過知道本字都是寫續字 因為方便交流 你試想一下 我的女朋友 變成了我妓女朋友 誤會紀這麼大 第二個 他 粵語就讀他 這個字 在唐宋詩裡面 就用得比較多 你有句詩的 問他拿得清如許 唯有源頭活水來 俗寫成單人旁的他 其實欠他的他 才是本字 第三個 給 粵語就叫做 比 出自詩經用風 裡面就有一句 比諸者子 破爾比之 但他意思是 那個這麼漂亮的妹妹仔 我給些什麼 他好呢 一般俗寫成單人旁的比 其實這個比字 才是本字 第四個 選擇 粵語就叫做 揀 這個字在三國字 元兆傳 裡面就有一句 博愛用中 無所揀摘 意思即是 元兆懷博大 奔客來訪 都可以容得下 不會選人來交往 第二個 聊天 粵語就叫做 聊天 聊天 這個詞在莊子除無鬼 裡面就有記錄到 昆帝親戚之聊天 一般俗寫成單人旁的聊天 可能是跟佛教有關 因為佛門之中 是經常傾吐佛計 今天的粵語 受到一些干擾 外來人口增多 令到很多人聽不明白粵語 都不奇怪 因為有些小朋友 從西就開始學普通話 母語對於他們來說 是什麼都不知道 再加上社會的氛圍 長期極端的思想 一講到粵語 就好像反對普通話 跟共融的關係 變成了排斥的關係 其實這兩樣東西是沒有對立的 誰說只可以學一門語言 所以做人要豁達一點 學普通話之餘 還要保衛自己的母語 所以知道 保衛的不單是一種話 而是一種語言背後的文化傳統 歷史風貌 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好了 到最後 要問問一下大家 不是的話 你都不知留言說什麼 打落門牙 大血吞 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知道的話 底下留言 好了 今期的視頻暫時分享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